Hello 大家好 不是Deo 不是Deo 我是Deo 對不起大家 其實我真的會跟大家說很久很久 之前說兩個星期一條片 但真的忙到你一個月做一條片都做不到 所以今天才會出一條新的影片跟大家見面 今天的話題就是十月的時候我一直想說的五期新的話題 今天就想跟大家去說一下我對五期新的一些看法 還有我覺得五期新的加入之後會對爛牧品有什麼影響 在開始的話題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一開始的話題 首先我想說一下就是五期新今次精選的一些highlight 今次的精選跟我之前所說也是接收了新人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是被英文去做訓練的 這個時間就是大概三個月左右 也是因為這個培訓的期間時間比較長 所以今次五期新出現的時候的感覺是沒有那麼素人的 是一種真的貼合今次精選的一個主題半完成的尾的那種半素人的感覺 五期新的招選本身其實是決定了在去年12月的時候公開的 即是2021年12月但是因為肺炎的原因就一直有不同的延期 去到現在2022年2月才公開了8個人 而今次招回來的成員總數也是同二三四期差不多 都是9至12個人左右的 就不算新四期的幾位成員的 都可以在這個招回來的成員的數量來看得出 還有多少個前輩是需要畢業的大概這樣去推測出 那不算四期即是版道聯合精選 今次五期新的招選其實在纳木版史上以來 參加人數最高最多的一期 總共有87,852人去參加這一次的招選 但是我覺得都會參加的人數 但是選出來的人我又覺得沒有很特別的 而在招回來的十一個人裡面 有三個人是因為學業的原因 所以遲些才公開的 可能是說他們是差不多初中畢業或者高中畢業 讀完之後才去上京 然後就開始他們生日生活 所以那個年齡層的範圍 也都可以在這兩個年份 而今次的招選裡面 即招回來的新人裡面 其實他跟一期新都好似 很多都是有一些演出的經驗 我稍後會跟大家一一去講解一下 有什麼成員是有演出的經驗 以及沒有演出的經驗 以上就是一些我覺得今次招選的highlight 我之後也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有一些偽能力的成員 在八個公開的成員裡面 其實有六位的成員 算是有公開演出過 或者是一些上鏡頭的經驗 那我就跟大家一一去介紹 第一位就是第一日公開的 Inoue Nagi 其實看回過往的公開次序 三期就是Momoko先 四期就是Sakura先 所以五期大家都可以推測 或者猜 Nagi是五期新裡面的貫推 Nagi本身其實是一個子役 但是小時候做的演出就不是特別多 之後大過了的時候 也是接了一些無特兒的工作 幫一些產品去拍照等等 之後就是Ichi no Semiku 這位成員其實也不可以說是很多的演出的經驗 因為他曾經就是參加過日本最可愛的中學生的選舉 也是在那一年獲得第二 在拿到第二這個庶名之後 但他也沒有一些特別勁的工作出現 慢慢在幕前就消失了 之後才再加入奶木版 第三位就是Ogawa Aya 這位成員其實也挺厲害的 他就是一些小朋友雜誌的專屬無特兒 也是一個紙役 但他就是紙役在廣告方面 拍過很多廣告的 第四位就是Tomisato Nao 這位也是一些小朋友雜誌的專屬無特兒 也曾經是一個地緣偶像 最好笑的是我看回影片的時候 就是看他的地緣偶像的影片 他跳舞是這樣跳的 好像阿信一樣 但是他的成員就只是這樣 還是只是這樣去動 但他真的超級鬼速笑到我瘋了 第五位就是Okuda Irohage 這位是比較猛料的 因為他的藝能力可能比一些在籍的前輩更長 他小時候已經出演過一套很出名的大河劇 所以很多日本人都是有認識他的樣子 但是不認識他的人 因為他在演出之後 雖然他也有不同的經驗 但是也未得到爆哭的機會 第六位就是Nakanishi Aruno 這位可以說是一個無特兒 私影的無特兒 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說是一些主流的演出機會 但是也曾經是做過無特兒 所以都可以當作出鏡的機會 相反沒有演出經驗的就是 有 Tsukawada Satsuki 以及Ioki Mao 看完這八位成員 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 這八位成員裡有很多性 我都未見過 很獨特的性 而在這次公開這八位成員之後 大家都看到這幾位成員的背景之後 大家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第一樣就是育成系的推會不會消失 其實在日本 尤其是肥秋的偶像團體 大家都很重視這個育成系 就是怎樣由一個素人 打磨成為一個閃閃新輝的星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這個過程 所以才關注日本的偶像 但是今次五奇新裏面 一出到已經是打磨過的人 所以大家就會在想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推 去繼續去關注冷漠版呢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時段 冷漠版這個時期 還要招一些全素人的人 其實對冷漠版是非常之不利的 因為在這個時間 冷漠版是需要即戰力 令到公眾的討論熱度 是保持在同一個水平 如果你還出了一些好素人 要時間打磨的話 我認為這個熱度會慢慢跌下去 也上不下去 就像AKB一樣 第二個衍生的問題 就是會不會影響到 奶木版的風格 其實每一次招新人 也有這個風險 影響到奶木版本身的一些 核心價值或者風格 這個本身奶木版的風格 是由一奇新裏打造的 就算是每次有新人進來 你怎樣去教導他們 也會令到這個風格有少少變質 但是這次我覺得危機是會最大的 因為這次裡面有很多的成員 也有過演出的經驗 即是他們自己本身都可能 有一套機制在這裡 去講是怎樣工作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次可能會教他們 也都是比較困難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自己的色彩 所以這次的機會危機感會比較大 還有日本裏面有很多子役 或者有很多小朋友 也都是有這些演出的經驗 但是他們真是紅島的人 是真是好少好少 所以也可以轉過說法 就是這次加入奶木版的 一些有經驗的成員 他們是混不著 所以才是去沉域 另一個出路去加入奶木版 因為如果你是真是有料的 厲害的子役的話 在這段時間 即這個歲數青少年的時期 已經是有一些厲害的事務所 將他們簽了去再培養 在一個新一代的演員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間 還未找到一些特別的offer 我覺得算是做不到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醜聞的問題 公開了之後 網民都很厲害 一直在找不同的材料 就發現過有些成員 之前也是有過一些 好像不見得光的關係 但是一直都是傳聞 都是傳聞到嚴重的程度 就是營運要特地出來澄清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我會100%相信營運 因為在這個初期的時間 如果真的有些不見得光的情況 出現了的話 營運是完全不會去留守 因為奇多奇世界也曾經有過相同的事件發生 當時營運也是狠心地直接炒了那位成員 所以我覺得營運 對新成員的紀律處分會比較嚴謹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小小分享 對於我來說 五奇新比較香的一些成員 比較吸引我的成員 就是有Satsuki和Nao 為甚麼呢 就是Satsuki是一個素人 但她的感覺和氣氛是非常好 即是整個人素得非常好 亦都是這麼多個有經驗的人 唯一的素人 所以我都很期待她的一些表現 第二個就是Nao 雖然她的樣子有時候很不對稱 但她在加入之前的相片非常好看 而且看得出她的身材非常好 兩三年前已經是160多cm 整個身形的比例都非常好 亦都可以呼應之前流出的一些消息 就是今次今夜是真是以一些身材好 均稱、美的女生作為一些招選的條件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那就是一些fight up的時間 那我就發現自己 那些片通常都是十幾分鐘 但為甚麼我的內容好像這麼多呢 我就發現原來我說話一直都說得很快 最近也有看不同的Youtuber 那發現他們說話真的很慢很慢 就把自己本身小小的內容 拉長到十幾分鐘 但我都嘗試過自己說話很慢 但我真的完全不習慣 就是他們是這樣說話的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同大家去探討的話題就是 不起來 那我真的做不行了 就是我按別人的兩倍速 說話的速度是跟我現在 說話的速度真的差不多 所以我就發現 原來我自己說得太快了 但是說不到 我從小到大說話都是這麼快 所以對不起大家 每次都要說很多話 那接下來之後 我都會盡量去抽時間去拍攝的 那因為真的很忙的原因 所以拍完都沒有時間去剪 也沒有很多時間去關注拿木板的 那所以 現在在這個Youtube裡面 活躍的程度也會比較低 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記得我 like,share,subscribe和channel 雖然這個channel也都很少 現在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 那下一條片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 也不會答應到大家 不好意思 那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